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Nikki代理飞 我在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要暴涨了 结果我的这个暴涨呢是预期早了 他是在美联储的消息后发布之后呢 在昨天的凌晨呢就暴涨了 就暴拉上去了 然后我在之前的影片呢 有提到没突破跌破了 那到底接下来的这个走势会是如何呢 我们下去看比特币 好来到比特币四个小时图 那我在上一期影片有提到了 如果说比特币呢 他跌破了这里这个位置呢 那他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以目前的盘面 你可以看到他因为昨天的这个消息 你看昨天的这个消息就拉了一根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蜡烛是多么的强势啊 那我们打开这个亮人来看 你看昨天的这个亮人 跟此时此刻的这个亮人呢 是非常强势的 所以以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呢 我都还不看他会下跌的哦 目前还是看涨为主 而且如果你之前有注意 有留意到我的影片有提到的一个趋势 线就是这个趋势线啊 如果你是有留意到我的这个趋势线呢 我就有提到 如果他是可以多次测试都没有突破 如果他是可以突破呢 那接下来还会继续的上涨 但这一个的突破呢是因为消息面哦 那我们要去参考的这个主力位置是在哪里呢 好第一个的这个主力位置呢 来前高的一个位置 你看这里这里 然后还有这里啊 前高的一个位置 然后在更高的一个 没有突破的一个位置呢 是在这里啊 大家要去留意了 然后这个位置是在24277这一个位置 而且你看上涨非常的强势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现在马上去做空 做空呢真的要非常的谨慎 再加上呢 他消息后哦 出现的都是利好的消息 而且美股呢也是强势的上涨 所以你要去注意的 那如果说接下来 你没有做到多 比如你在突破没有做到多 你在这里一个位置 也没有做到多的话呢 那你可以留意 就是这两个的主力位置哦 那最主要就是这个主力位置 因为如果他接下来突破上涨的空间呢 还是非常大的 你看这个的上涨空间 你看他下一个的主力位置啊 是在28,000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在这里突破站稳了 你要做多呢也是可以的 你看都有一个15.45% 这个盈亏比都是非常好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好大家还可以画上这个上行通道 在这里这个位置哦 你看这个上行通道呢 是这里这里啊这里 然后还有这里这个位置的 那他要是突破站稳了 那接下来将会去挑战这个主力位哦 这个主力位看到吗 这个主力位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是在这些位置去做多 记得在这个位置到了之后呢 去拿部分的盈利 他要是下跌回踩的话呢 可以再找机会 如果上涨还是非常强势 那大家要去留意 如果他是在这个位置没有突破 假突破跌到来下方的话呢 那他还会下跌去回踩测试 这个下方的上涨趋势线哦 这个上行通道的一个支撑线 那还有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支撑位置 你可以去留意的啊 因为这里如果说你在这里接多 肯定会比较好 那如果你是要去追多的话呢 在目前这个位置呢 是不太建议的 因为他真的涨了非常多的 我们现在来看比特币天图 那在天图的位置 要去注意的这个主力位置 其实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你看这个是第一个主力位 就是目前的这个位置 那第二个主力位就是在这里 然后我有提到的这个上行通道 在这里这个位置 你看他是完美 有碰到了好几次的这个接触点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那其实有比较出乎预料的呢 就是他消息后呢 完完全全的出现了这样的一根蜡烛 所以上涨真的非常强势哦 目前呢我是建议你继续的观望呢 都不要就是去马上开空的 一个小时跟四个小时呢 是非常明确 多头的量能是很强势的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现在就做空 你可以去留意这个前高的主力位置 还有就是这里这个主力位置 好那因为出现了这个上行通道嘛 大家要去注意的 那现在还有的呢 我要给大家去看了 之前我有提到他突破了之后 站稳在这个支撑线的上方呢 接下来将会继续的上涨 所以这个影片才提到要暴涨了 结果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前呢 他是下跌 然后先下跌消息出现后 就直接拉上去了 那我们要去注意的 因为上涨的空间呢 其实还是蛮大的 你要去注意 如果有机会呢 我会建议你等待多一下 你看这样的去等 如果他在这里没有突破 下跌回踩 你可以在这里这个位置 可以尝试去做多 那如果说在这里 然后上涨到这个位置 如果他还是有这个下跌去回踩的话呢 这里这个位置也是很漂亮的 啊 因为其实做多的话呢 现在追进去真的不太理想啊 逢低做多还是比较好的 如果他是沿着这个上行通道 上涨到这个28,000的位置 好不好 所以这个要去注意的 好那现在我们去看以太币 好我们现在来看以太币四个小时图 那在四个小时图 我是在上一期影片哦 有提到比特币和以太币呢 要是回踩我们都可以开空了 就是下跌后回踩的位置呢 我们都可以开空 所以我的空单 比特币和以太币的都已经是止损了 因为他在这个消息出了后呢 他就直接爆拉上去了哦 所以呢 我的空单都离场了哦 其实我觉得是指引止损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哦 如果我真的是止损了 我也是敢敢讲了 因为确实是我是在这个回踩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盈亏比来计算也是很好的 你看这个盈亏比 如果在这里接到了空 他没有成功突破在上方的话呢 那其实下跌的空间呢 有高达一个16%哦 那我的这个亏损呢 就是在上方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一个2点多巴仙吧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去承受的 好 那所以他在这里是直接带量上涨突破了 我们再来看 你看这个量能 你看在昨天的这个消息的量能 跟刚才的这个量能是非常强势的 就是因为市场的都已经消化了这些所有的消息 出现了这些利好消息 但可惜的是什么呢 可惜的是他是跌破后再来这个突破 OK那我在之前影片有提到 如果他是在这里没有跌破的话呢 继续突破站稳呢 那没有想到呢 他是下跌后再来涨 好我们看一个小时 来到一个小时呢 我在我的这个会员群里面 我有发 我有发就是他走出了这个上升邪性 那要是跌破的话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空的机会 但没有消息一出现后 直接就是一根直接爆了上去的一根蜡烛了 哦那你看他总共拉了多少次呢 两次哦 那他拉了一次之后呢 就在这里形成一个响体震荡 之后呢再拉 OK那接下来的走势到底会是如何呢 上涨真的非常强势 我们下去看天图 我们来到以太比天图 那在天图呢 你可以看我之前有提到就是他在这里震荡呢 接下来讲会出方向 那他出的方向呢就是跌破了 跌破之后呢 他没有往下去砸 然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影线的一个蜡烛之后呢 出现这个消息后 我就在昨天的凌晨 美联储的消息出现之后呢就爆拉上去了哦 而这个美股呢也是比较强势的 那所以接下来还是一样的呢 我们要去参考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在这里这个位置哦 他是很强的支撑主力未来的 那我们下一个要注意的这个主力位置会在哪里哦 大家要去留意 这里将会是下一个的主力位置 就在1900这个位置哦 在之前的影片也是有提到 1900因为1900这个位置是真的非常多次了 非常多次 OK在这里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如果他上涨到了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去拿你部分的盈利 那我们就看他突破后 有没有一个回踩 然后接下来呢 再继续的上涨 因为上涨很强势 你看他是突破 占我在上方 然后再继续上涨的 那以目前四个小时来看呢 是还没有成功突破的 所以大家要去留意啦 看他有没有就是下跌回到来下方 给大家一个机会 这里的盈亏比肯定也比较好 要是跌破呢 止损离场 要是他是回踩 接下来继续的上涨呢 那这个盈亏比是很好的 大家可以去留意 好所以目前的这个操作呢 就是我不建议大家 就是在更高的位置呢 去做多的 主要因为就是他真的涨了非常多 如果有回踩的话呢 就是一个机会 好吧 那除非他是突破站稳 继续的上涨 当然如果你是要突破站稳后 还是他一直没有跌破 你要去进入这个多单呢 当然也是可以 OK 只是你的盈亏比一定要计算好 仓位管理一定要好 好那我比特币和以太币分析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要没有注册户口 可以使用我败币的这一个推荐 买去注册一个账号 3000美金的充值福利 币安OK 下场的火币呢都20%的反线 那今天拍摄呢 是比较晚的一些 现在的热情呢 是7月29号的凌晨12点36分 就是因为今天很多事情要处理哦 就是因为我女朋友的公公呢 他去世了 然后还有今天 我刚好有这个NFT的线上活动 所以如果说这么晚才向大家更新呢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明天呢会尽早呢向大家更新啊 如果明天接下来的走势有改变的话 好那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不点赞留言在下方 好吧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此次作为参考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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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